我可以轉快一點 你看我這個速度是不是3.8 對不對 3.9對不對 然後好 那我現在換側這一端的電壓 感染速度一樣 為什麼不動3.8 3.9 大概3.2左右對不對 因為因為教學院這兩個什麼差別 是不是通過一個二極體 對 所以你上網教學院可譜一下 二極體 正向會不會造成電壓的損失 結果他上網查發現二極體 他會正向降壓0.7伏特 逆向的話 逆向完全都不通 完全不通 喔 因為他會消電出來 那為什麼要接二極體 你就可以拿出一個導線 這個你看喔 你導線接下去 假設二極體不存在的話 是不是直接通 對 喔 對對 他會逆向 我的超級電腦的電壓逆向 供應我的馬達回轉了 有有有有會注意到這問題 然後他會降壓的很快 降壓很快 這邊降壓 這邊是測電腦的電壓 對對對 那如果你讓學生這樣關著有沒有 這樣關著 然後關著喔 你讓學生拆 我放著喔 嗯 放到下課 請問他會不會降到0伏特 應該是會吧 不會 為什麼不會 他還在2.8左右 因為這是超級電腦 他的體質不算 他可以用很久就對了 對對對 那他也沒什麼消耗能量 那如果我把他打開對不對 他會消耗很快 他會消耗 但是他一樣可以撐二三十分鐘 因為超級電腦的關係 他很厲害 你這超級電腦幾法拉利 一法拉利嗎 二法拉利 二法拉利喔 那應該很貴囉 不會 對上去 多少錢 這是十幾塊 應該二三十塊 十塊以內 我忘了 因為大陸的關係吧 台灣很貴 台灣大概二三十塊 對啊 我記得 平常電腦 平常電腦幾塊 我忘記了 車位數 車位數 對啊 我忘記幾塊